看看新闻网 3月22号晚 咱们的记者早早的就来到了机场 准备来个火捉教授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今后一个如果真的走这个通道 用什么绝招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烈焰红唇 有戴口红来 今天的记者见面会 不是所有的媒体都被邀请 就算我们被邀请了 也只有一位媒体人员可以进去 也就意味着我和摄像只能进去一个人 对于保安级别的提高 想要参加记者见面会 除了有以上严格的要求 就连场所都是事先保密的 媒体们必须听从主办方的要求 集合在某酒店门口 乘坐大巴进入记者会场 在抵达上海18个小时之后 大家日盼夜盼的金秀贤 终于第一次出现在了记者的镜头里 大家好 我是金秀贤 我是马上乡的 金秀贤的出现 没有尖叫声 没有掌声 面对台下经过层层身份确认 为数不多的记者 不知缘由的金秀贤自己 都感到有些意外 秀贤有所不知 不是大家太严肃 那是大家不敢情举妄动啊 好在金秀贤本人的状态 非常不错 不停地微笑 卖萌 终于使得现场 严肃沉闷的气氛 有所缓解 虽然在性格上要与都教授画清界线 但金秀贤也极力想证明自己的语言天赋 不必活了四百年的独教授 这不他还学起了上海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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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内的记者们算是一员心愿了 可粉丝们还没见着金秀贤呢 事实上 这记者见面会现场正是当天晚上粉丝见面会的场地 因此不少粉丝从早上九点就在场外敲手一盘咯 问在这边有多少人是没有票的 很多很多 没票的几个手 很多很多 那你们准备怎么办呢 我在这里等他还不出来见我们 对啊你呼吁着呢 我都一见我呼吁一下 正在接受采访的粉丝们突然被一阵骚动吸引 而这样不风捉影的骚动 在等候的数小时时间里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 到晚上粉丝会进行时 人家有无数的粉丝们在门外等候 对于多数没有门票的粉丝来说 见一面独教授真的很难 搞鬼格的安保虽说是需要的 但是过于严密的保护和流程 让金秀贤本人都感到意外 来了上海近二十个小时 还未能见到一位粉丝 未能感受到一丝上海的热情 这样的安排真的好吗 娱乐新年帝金秀贤想见一面真的好难 上海采访报道